一個鐘頭 因為女朋友 女朋友會去跟男朋友 在抓他 那這個關係可能就已經有問題 很緊張了 對 本來就不好 可是我不知道 還是我們已經是 沒有辦法想像 我問一下七排妹 跟了一個小時發現 她是從護膚店出來 你會不會覺得鬆了一口氣 鬆 至少沒去 你說至少不是小三嗎 這個人喔 人生從樂觀面看 我覺得你會活得很快 反而鬆了一口氣 應該是這樣講 是個大氣的 你如果出來是 你搞什麼是大杯 不是整個大杯 還好是花前去 不是 你在一個小時 是另外一個時候 你只去喝了一杯牛奶 沒有牽那個乳牛奶 不是 你要 我就不知道這個女朋友 要用什麼動作 你會不會氣 哪一個你比較氣 你不是很大氣嗎 來一下 不是 七排妹哪一個你比較神氣 請展現你的大氣 她牽了另外一個女朋友 我的大氣是 是在 慢慢來喔 因為她另外一個女朋友 不過是一隻手而已 我覺得說我的男朋友 要去跟朋友喝酒 甚至說可能為了工作去酒店 跟酒店下來玩什麼 或甚至說你在 我不知道 我可能 我不知道就算了 可是如果說真的讓我看到 你說小三跟去嫖妓 你要我選一個 我寧願她找小三 因為至少也許是感情 我可能成全你們 不可能啦 沒有 因為我是真的成全過 所以我可能成全你們 那你跟妓女過不去是怎樣 我沒辦法 我覺得 我覺得我可能會感染一些東西 或什麼的啊 我有聽過一個故事 是 好 一個朋友的朋友 他說 他說他始終不相信老公有外遇 然後甚至老公常常去 就台北然後去高雄出差這樣子 然後他的妹妹說 誒 我好像在什麼舞廳 看過你老公跟一個小姐的跳舞這樣子 他老婆就始終不相信 終於有一天他得到菜花才相信 那這不是很 也是很難過 我覺得這也未必 因為我說那個馬桶蓋就是 好啊 好啊 最掰啊 要最說上公廁得菜花好啊 誒 有過這種例子呢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砍脫啊 我們反過來講 有一天你要看到你女朋友簽小娃 還是去找鴨 你要學哪一個 不…我是真的會找 奇怪 我真的會 你願他去找鴨也不要找小王 因為你就花錢去那麼一下子啊 你找小王是一連續的 你不是放甘情的 通常我們知道的 不管是找鴨也好 找小王也好 都會忘記 都一定找 那基本面 你的第一個男朋友就是 竹科的工程師 對啊 他之前有在上 所以有去過女家嗎 沒有 我剛剛在一起的時候 已經不是 他已經在台北科技上班 他之前他是真的很辛苦 他說 他一天工作都超過15個小時 沒有私生活可言 他就是上班睡覺 上班睡覺 上班睡覺 那也的確 就以前 就我沒有 那時候也沒有跟他在一起 我也不需要去管那麼多 然後 他們就是這樣 就賺很多錢 然後買房子 然後出租 就是當房東 然後當上班族 就這樣 他們的人生就這樣 那之後 有些人賺夠錢之後 可能結婚生小孩 或是說 回自己的故鄉找工作 比較輕鬆 可能賺少一點錢 很多人是選擇這樣 但是 可能20幾歲 剛還比較新鮮的時候 就辛苦一點賺個錢這樣 因為那時候 在他們那個年代 基礎的工程師 就是一年也是有個 300 400 像新竹那 有一陣子就發展出 一個很特殊的文化 真的 我剛剛講 新竹那邊都沒有店 可是很奇怪 周邊的鄉鎮 小鄉鎮 大概車程不過10分鐘 或15分鐘 高速公路車程 大概10分鐘 15分鐘的地方 小鄉鎮 路邊全部都是 像剛剛鄭大哥講的 那種 越南店 印尼店 然後甚至我們講的 而且裝潢都很緊肉 會這個有音樂性的店 社會救助圈 音樂性的店 對 就可能演奏 某種樂器的店 然後 對 然後 我們那些很多 那些很多在足克上班的朋友 就是這樣 他有時候 有時候中午 吃個便飯而已 他們很多人 就從足克開車去附近吃飯 吃飯之後 就到那店裡去坐一下 坐個三四十分鐘 抱著坐三四的心情 對啊 然後就很 然後就真的很輕鬆的 回去繼續上班 那些女生真的 有些是真的破一家計很可憐 對啊 你看 你有時候真的也要幫忙人家 是啊 做做三四 我真的聽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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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太佳了 他就跳過是捐肉 孤兒院 新聞放話話 好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故事 請周老師講 這個女大男 對… 十八歲 這個就是真的 真的我們剛剛講說什麼足科男 是一對夫婦 他拿這個巴子來給我看 他一直跟我講說 我兒子 所謂現在的高富帥 他說他兒子其實也很高 又賺錢又多 其實也很帥 因為這個是他說的 我沒有看到這個兒子 他說他為什麼都找不到女朋友 好 一直安排相親 朋友一直介紹介紹 每次介紹就是不了了之 都沒有 他說介紹差不多十幾次了 十幾次了都沒有 那他就是說 希望看看 我們兒子的陰眼什麼時候浮起來 偶爾去看 那兒子的那個紅藍心已經重了 我說他這應該是有交女朋友才對 他說沒有沒有 他上班很辛苦 每天都是要到很晚很晚才回家 早上就請早給他 他真的很辛苦 都為了賺錢 好那我說 那我就沒有 他還叫我說 你給他看得清楚 那我就沒辦法 就好 那他就是只要這樣 因為我們看是這樣子 我說那幫你回去問問看 他就回去以後 他就用技巧 他就 人家說你喔 有女朋友耶 對 結果他兒子說 就很 很緊張 好像一個很緊張 沒有啊沒有啊 這樣子 結果他就 他兒子從來講話不會這樣子 好他 他人家不然都退休的 他就明天他就 他就 就去他們公司門口幹 就在他公司門口等 因為你有女朋友很正常 我常常跟你介紹 為什麼你不給我知道 他就去跟 他就看他兒子真的出來了 出來 就去開車 就停在走 結果他就開開開開開 開到一家小吃店 就是我們說的 沒有飯店 那種米店 那因為他兒子就在那邊停 他也在差不多 有多遠的地方停 他可能就是 車子可能就不一樣 兒子也沒有注意 或是什麼 結果他兒子力氣 力氣的時候 載門 那個因為飯店 是那種拉門 所以就是看一看 進去他看到他兒子 跟一個老闆娘 就這樣子抱在一起 就跟他婆婆 那那個狀態就是 跟男女朋友是一樣的 他媽媽就 戳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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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為什麼不打自己的兒子 為什麼打自己的兒子 兒子38歲 對 38歲了 大他18歲 女生就56歲 他就這樣子就進去了 就進去那邊 當然就是這樣 他兒子會就拉他媽媽 就起立立就開始說了 他已經跟他交完很久了 因為這個女生 他每次下班回家 就煮東西 要吃什麼 剛開始是 因為他是離婚的 在那邊很辛苦 但是有時候去吃重刀 就聊…到後來就 晚上他就會煮給他吃 就是他很喜歡他 通常都是炒飯 對… 那就因為他根本… 家人還是牛肉 家人 但是因為他不敢 這件事 不可能把他家裡說 因為他家裡 孤兒子 孤兒子 從小一直打煮打煮 打煮打煮 跟碩士什麼博士一大堆 就來在煮科 吃頭肉一年 賺了百多萬 這件事他就沒有辦法接受 後來就 他兒子就這樣子回來 就請哨子 因為他講不聽 他媽媽講不聽 他就請哨子 外面就回來 那他當然他們兩夫妻 就要跟著回家 跟著回家以後 一直在那邊罵門口 在那邊罵 在那邊罵門口 一直罵媽媽 一直說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子交這樣子 因為不會生了 對我們家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五十幾歲 那他兒子一句話都外講 結果第二天 他有就是這樣子去想班 就再也不回來 就再也不回來 不聯絡了 對 電話卡 公司去找他 不是失蹤 就是不回來 不理爸爸媽媽了 對 他就是直接去跟那個女生 真愛 就統計了 對 當然剛剛 三十八歲 今天如果是男的十八歲 還有辦法 還要攻擊 說誘拐人家 那三十八歲人家是怎麼誘拐 你兒子還被打這一巴掌 對 我臉皮還好 我 還好 還好 對啊 就這樣好可怕 去了以後 他 他這個好聖好聖 好聖 好聖 我不會 他後來就再 三十八歲去洋 再回來找我 問我說 老師 阿公有什麼辦法 這樣要怎麼樣 阿伯先生 我說 第一點如果他們兩個是真愛 或是他們是真正的 他們是真正的 煙粉 你什麼辦法都沒有 就是有這個煙粉 那如果是他沒有這個煙粉 他不是真正的煙 是煙 你放心你在家裡等 他也會回家 就這麼簡單嘛 你說要做什麼 不用 不要做了 不用 因為他如果是真緣 你怎麼斷也斷不了 為什麼父母親就不想一想 就是說他兒子也許 從那邊得到很多的快樂 爸媽當時沒辦法反應 反應不過來 我覺得很多爸爸媽媽 常常都會用條件論 來看他的下一代 他去帶一個年輕人 會不會那麼快樂 他一定會這樣覺得 而且他會想像 對 他會想像很多條件的事情 比如說 我兒子如果說是28歲 那他的女朋友 最好就是24歲或26歲左右 然後這樣結婚著 家裡怎麼樣 家裡是怎麼樣 工作上班 對… 那爸爸媽媽都幫你想好條件 但是他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愛情是沒有任何條件 可以做的 他們主要的原因是想說 我孤兒子 這個孤兒而已 從小就這樣子 我要問你傳宗接待 你起碼要帶這個意思 對啊 他在50幾歲 他就會覺得沒辦法接受 這也是一個印象 管他是不是孤兒子 如果是我看 我… 譬如說不管是我女兒 或我兒子 跟一個三十歲的人 在一起 就先打 對啊 我不會先打 我一定先拉開帶著去走 對不對 為什麼 你就會覺得 怎麼差我帶尤其這樣 抱在一起 為什麼你不跟兒子談一套 一定要先把他拉走 沒有 如果他還是事後 我覺得不可能在現場 就… 不是 你要先談 不是事後 對 事後再事後 再決定怎麼處理 我覺得是你講狀況 我覺得我本身也做不出來 蛤 不然你每天去那吃飯 吃麵 所以50幾歲 只能這樣 看看他的快樂是什麼 對啊 對啊 沒有 那事後再問清楚 我覺得你應該是說